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汤玉镇是中南山的72玉之一 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玉口 这个玉口主打的是温泉 它有室内和室外的温泉 这个镇子是非常大的 也比较繁华 我当初来的中南山这边就是第一站 这次先去跟大哥打一下招呼 一会儿再去库宇 在汤玉这边吃住 根本一点都不用担心 因为在这边的话呢 这个农家乐还有这个民宿啊 都相当的多 无论是便宜的贵的 各式各样的 然后小吃饭店也比较多 咱们开始拐弯了 它这个玉口啊 它是一个开放型的 它不像有的玉口 有的玉口的话呢 它封闭型的 你不是本亲人啊 你还进不去 像这个库宇 库宇的话呢 它就是那个封闭型的 这个汤宇呢 它是开放型的 你看像这个旁边啊 家家户户啊 好多都挂着这个游泳圈 这小孩玩的 这都是在那个温泉里边 拿着玩的 街道啊 也非常的干净 在这边 好嘞 咱们马上 快进这个玉口了 还拦我呢 我不进他们的 再往前走啊 就到这个汤宇的 国家森林公园里边了 我就不进那个里边去了 我就在外边 跟这个大哥打算招呼 行了 这边停车啊 也比较方便 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停车场 咱们再往上走 快到了 这边的道观啊 还有这个 尿雨啊 也非常多的 这边就是那个 我就停这边了 大哥今天上班去了 没有 在 咱们走了啊 我先去扣狱了 这边是那个停车场 还是非常大的 这个地方 再往里面走 就进那个玉口了 我现在给道场来取个快递 这个镇子啊 是这个阳庄村啊 这个阳庄村啊 是这 库域外边的一个 小村子啊 基本上买东西啊 取快递 都是在这个 村子里边 离着有这个 吉利利吧 快递已经取到了啊 现在就开始进山了 大湾厅的这个村子啊 就是 库域河村了 过了个村子过去 就到那个玉口了 这个玉口啊 一般就是拦着的 不是这个村子里面的人啊 不是在这边住着的人 基本上就是很难进去 就算是陕西人 基本上也进不去 除了在这个里边的 这个村民 有的都是一些往回反的 还出来的 拦在那儿 不然你就进不去了 也就 但这边的话 车不能进 人可以进啊 车不能进 人可以进 就你拿着身份证 一刷也能进 一般就把这个车 停在外边 这个道路啊 都比较窄 一般像这个玉口里边的道啊 都是这个 两排的这种道路 刚刚那种下两个车错开 你看 被堵这儿了吧 被堵这儿的就进不去的 这就是 不是这个村子里边的 直接就给你拦回去了 我被拦回来了 因为这个车呀 是外地拍照 虽然说跟他们也混个聊熟吧 去年在这边住过 但是现在啊 规定言了 外地拍照不好经验 多晚一点吧 咱们今天视频先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 拜拜